三年后的秋天 孟浩然去岳州甘叶张岳未成 回到襄阳 八月湖水平 含须混泰清 气征云梦泽 波汗鸳阳城 玉济无洲极 端居齿圣宁 做官垂吊者 徒有献于情 张燕公如此爱才之人 看到这么好的诗 竟然没有留下你 其实他有让我入他府内 做一个幕僚 你拒绝了 张燕公 是很好的师友 一旦为长官 我知道你想白痞无瑕 可是有多少 志向高远的青年才俊 就此 湮灭无闻了 人生也不是 非要做仕途不肯 张燕公在岳州曾说 予以家名才 目为美才亲 你说徒有献于情 其实是希望成为那个 因为好名声 而被别人钓上来的鱼 你希望得到重用 这就是你的真心 你怎么就不敢面对呢 难道 你就希望这样永远的泛舟湖上 永远的泛舟湖上 有什么不好 我年少时 第一次登上县山 就看到了这样一片风景 我想起父亲 他的一生 都是在这一片风景中度过的 那天的落日很美 人这一辈子 可能只有一次机会 看到那样的落日 我站在那里 心里一直在想 落日不要下山 落日不会下山 我的船要到了 今晚我就要走了 你要送我的两句诗呢 看来我是等不到了 一定要走吗 人生就如一艘船 你永远无法停留在原地 能做的就是 对得起当下的自己 只为阳台梦里狂 将来交错 神仙客 神仙客 神仙客